哈喽大家好 我是初学狐狸 今天我在家里 没有跟大哥一起去摆摊 让他历历历历 昨天进了1200斤瓜 看看大哥要几天才能把它卖完 如果是卖得好 大哥留在这里 如果是卖得不好 就一起回家 这几天我就会在这里呆住 呆了两天 他卖得好的话 我就骑着我的摩托车 我就回运工去 如果是他卖得不好的话 就我们一起回去 去再想想办法 看看还有别的事情做没有 事肯定是要做的 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事情 不要说赚钱 自己的温饱 总要解决好 昨天晚上他妈妈打电话来问我 生意怎么样 我就跟他说 我说牛人一天一百块钱赚不到 他爸爸就在旁边 一百块钱赚不到 还不能回家 这样说一下我也不好 怎么去应它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住的这个房间 就是一张厂子 这个洗衣子都是我在家里带过来的 然后就一个小电风扇 我们就这样度过这炎热的夏天 这个米家里带过来的 这是有点乱 没地方放 就直接放在地上 这是三楼 煮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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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嗯 卖的怎么样 怎么样 不差的 总共好像卖了三个多块钱吧 实际腰喝了 哈哈哈哈 那那一千斤瓜卖到什么时候去 那里有没有多少 昨天被人卖了几百块钱 吃饭吃饭了 要不我们回家算了 吃饭了没有 我吃了 你又吃了 嗯 没去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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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一吃 吃白米饭也行 吃了那些 装不动就吃白米饭 装不动就吃白米饭 哈哈哈哈 装在这吃白米饭也没有 没一件 装饭不好吃 又没啥风 有有有 我九百了 废 table 刚才给我娶娶了搂天 ihr Controller 那天去美女朋友 然后去看链子 又骗了 又骗了一千一千几百多 她说烦死了 链子链子没找到钱一天又烦了 她说这不行 还是去朝里面打楼子去 他要找日圆 要搞你还是算上早 我跟他说我现在不着急了 我放弃了 他说他还想放弃 他说他妈妈上班上的都没进 这个婚姻希望有不难的 他也不难的 我跟他说我让你去找封印嘛 他在来搞的地啊 把老宗说搞定就行了 他就是把他说他爸爸搞不定的 应该可以搞定他 跟他走就那个 搞定你搞不定先试试看嘛 你不知道那最胆小 他爸爸说哪个棍子来 他跑得比肚子还快 他跑得比肚子还快 他说我就是喜欢你 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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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反过一击 你知道他反什么吗 叫了儿子去追风雨 保抵他爸爸同意 牛子长得这么帅 年龄三个太大了 我跟他说 我说他们两个不般配 他们两个不般配我就般配 我说你两个真般配 身高般配年纪般配 对吧 跟我儿子是年纪不般配 身高也不般配 是不是 那时候要龙龙去追 他保抵他爸爸同意 看见龙龙长得这么帅 好吃吧 没点肉 这种餐具 牛里的东西反吃不下 中午我吃了 最喜欢吃了半个西瓜 你看 有我们那个本人家里过来嘛 我切个鸡巴 这西瓜他吃的不贵 旁边后来的那点就切一点 你这个那点淺一点 你看 你就刮很好吃 对 吃到后来我实在一天饿就不会吃的 我全吃完了 本来拉一点回来吃 昨天晚上你妈妈打电话 说 资完资了一 牛哥你一百块钱都没赚到 还不如回家 回家一百块钱做不到 这请问不要开 我自己一百块钱还是您在哪 您刚才有一个客人呢 我说 有三块五的 两块的 一块五的 你要拿一招 就拿两块的吧 吃不起 他说 搞一个店铺 一块一万多块钱开销 半个月也没开账 他说 我要不要坚持 要不要来那么买谁 我说 今天要问别人买谁 我挣不太钱 说明大家都难了 那不是我们一个呢 是大家都难 人家 人家推本还是坚持 到前两个 前一两个 去冰点吃 吃冰点 半个月不太装 没人进门 他说 饭吃好了 要休息一下 因为现在 完美了 不是闷了 一般这个时间点 在休息七个小时 四点钟的时候 我再出门吧 嗯 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我第一个组织 看来 啊 感谢观看